九省七王也蒙圈了 本来以为自己熟读兵书战策 七普熟练 没想到啊 他设计的飞刀跟陷阱 都被王铁锤轻松化解 那七普比他背的还熟 我们来看这本精彩实战 红旗当头炮 飞旗把马跳 红旗上马之后 飞旗选择了一个强挺七族 红的出具 黑的出具 红旗肯定要汇聚过河 飞旗上马 红旗呢在进兵 飞旗在这里没有选择夺马盘河 他选择了平炮对具 红的平具压住 飞旗呢再退一手包 下一招啊又准备打你的具 减轻这个压力 红旗在这里呢选择很多 有走这个兵武进一的 也有走五六炮的 实战呢是选择了一手马八进七 飞旗呢先补一手试 红旗呢选择了一手泡八瓶酒 准备啊用五九炮来攻击你的平封马 这个五九炮对平封马 这是一个大的套路 红旗呢比较稳健 稳步推进 但是呢由于这个七谱太多 双方啊都容易被捕 可能啊前面二三十步 都不会出这个大的套路 飞旗出狙 红的出狙 飞旗呢停炮打一下狙 红的躲开 飞旗在上马 展开反击 下一招有个足气进一 走到这儿 红旗大致有四个变化 炮击中族 炮击鞭族 近鞠捉炮 近鞠竹林 实战呢是选择了一手 炮击中族 这一路变化呢比较稳健 红旗呢好控制局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这个交换完之后 红的呢一个是把鞠躲开了 避开了你这个足气进一的反击 再一个呢 这边呢拉住了你五根鞠炮 那黑旗呢 浸泡一打 现在苗尼的底下 红旗呢选择了一手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呢是一个老的变化 现在的高手们呢 都是走这个退马 马回过心 以后呢黑旗呢在 浸泡或者说直接 进到夏儿县 这是现在的流行变化 这个飞向之后呢 黑旗依然是选择了气足 拓宽马路 以后啊准备 马八进六 红旗呢 聚八进四 高居以后呢有平炮 打炮得子的手段 这个聚八进四 选点呢非常精准 你要是走一手聚八进五 看似更加压缩了黑旗的空间 但是呢你这个居啊 在这里契合位置 居没有根 容易啊被人家闪击 我们往下看 黑旗呢 进马 踩霜 踩着鞠 踩住马 同样的退鞠 黑旗把马吃掉 红旗呢把足吃掉 红旗吃足之后 吃着炮 炮一走呢要吃马 这是要给你玩一个先骑后取 走到这儿 黑旗呢一般呢都是定鞠 保住 以后呢红旗再平炮 把这个打掉 双方啊还是局面差不多 但是呢黑旗在这里 驾毒手了 哎呀 突失冷剑 选择了一手 平炮弃鞠 那这个旗你敢吃鞠吗 你要是敢吃鞠 那黑旗这个弃鞠攻杀不得了 来一将 你这个旗呢 这个 不敢落相 落相的话打一将打死了 你的这一手试 这个 黑旗呢 在这里啊 还可以凶一点 直接就把这个中式给你踩了 下一招跳马 这就是一个 马后炮杀旗 你 用试吃马也好 踩回来也好 人家这都是虫炮 你用帅吃 人家进一将 你再一下来一进炮 还是一个虫炮杀 这个手段呢是非常凶悍 所以说呢 他不敢吃这个鞠 他选择了一手 吃炮 那黑旗呢 来一将 红旗呢 回一手试 黑旗呢 先把鞠对掉 红旗吃掉 黑旗再跳一个鞭马 黑旗跳完鞭马 下一招啊 就有一个 进马将军 你一落势 回马双将 你一上帅 进居一将 game over 所以说呢 红旗啊 他退居 抓一下马 这样呢 你再跳一将 他落个势 你马呢 没地方跳 那黑旗就不能 将军了 他回马 那红旗呢 平居 黑旗来一将 红旗 平居 黑旗回马 红的平居 黑旗 金马将军 红的平居 垫上 他再退回来 那这个就牵扯到 一个旗规 大家觉得这个旗 是红旗需要变招呢 还是说双方不变作合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看看大家对这个局面 对这个旗规 是如何理解的 红旗在这里呢 他主动变招了 不想这样合旗 他选择踩进去 那黑旗呢 平个鞭炮 以后呢 就有回马 进底抽僵 红旗呢 先拖一手炮 给鞠升根 以后准备啊 借住炮的掩护 给你对鞠 黑旗呢 先高一手鞠 下一招吧 他准备走一手 鞠八平七 这样呢 你就不能对鞠了 他就由这个定鞠抽僵 那红旗呢 先飞个相 黑旗一看 这个 无计可乘了 无计可失了 他就选择了退居捉马 那红旗回马 飞旗退马 踩你的相 又要进居抽僵 那红旗选择了一手 碎居 飞旗吃掉 红旗吃掉 飞旗呢 再把相踩掉 这样呢 双方进入了 马炮参旗 红旗虽然说 丢一个相 但是呢 多兵 我们经常说了 这个 无计旗 马炮残旗 缺势 滥象 不可怕 最可怕的呢 就是缺兵少足 现在这个马呢 踩着俩兵 那这个中兵是万万不能丢 红旗 进马 保住 那黑旗呢 就先踩掉一个编兵 红旗呢 高炮 绊住他 黑旗回马 调整马位 那红旗呢 就兵无尽一 准备啊 中兵过河 飞旗 进马 踩一下包 红旗呢 把包平开 飞旗 进马 准备铺槽 你不是准备铺槽吧 你卫槽 我出来就完了 你要铺槽 我也铺槽 我这个铺槽 一尖可不得了了 给你老将请出来 我这个兵过河 以后平兵将军 那你受不了 飞旗呢 选择了一首知识 那红旗呢 把尸给他打掉 破掉一试 飞旗知识 红旗再把炮走开 飞旗出老将 下一招 准备啊 握一将 一招致敌 那红旗呢 也卖个试 这个飞旗呢 踩尸一将 红旗出帅 牵制住 下一招再知识 马都丢了 那他赶快啊 他把老将回去 红旗呢 就开始 叫兵过河 飞旗打掉一个试 打掉试之后 下一招他有一个 进马将军 打你马的手段 那红旗飞个像 把他绊住 飞旗呢 就进马一将 红旗进帅 飞旗把炮退回来 红旗呢 也把炮退回来 红旗这招退炮 也是卖了一个破定 想让他呀 打兵 他打了兵啊 以后他就 这个进马将 以后呢 在炮瓶内上 要你的命 那黑旗呢 也不上当 这个炮啊 不走开 拦住你的炮 只能进足 那红旗呢 就进兵 咱俩看谁的快 黑旗冲 我也冲 黑旗补一手向 红旗继续往下冲 一路冲冲出 另有狐冲 那明显呢 红兵速度 要比这个 编族的速度 快得多得多 黑旗平足 红旗呢 先上一手 帅 避免他以后啊 有回马将军 出这个中兵的手段 这个中马呢 你不敢 这个马呢 不敢走开 那黑旗呢 就选择来一手 进马 红旗呢 进炮 打一下室 这个兵马上 要靠近九宫了 一旦这个室没了 老将跟前没了 护卫兵 那就非常危险了 他选择了一手 知识 那红旗呢 把兵靠进来 黑旗再出老将 红旗呢 把炮缩回来 也不给你回马将军 骚扰的机会 黑旗呢 就选择了一手 进炮 红旗呢 再高炮 红旗高炮 以后呢 就有一个 平炮过来 跳马马后炮的杀旗 黑旗呢 来一将 我们的下帅 黑旗退炮 继续把这个炮啊 给他合住 那红旗呢 就过中兵 黑旗进炮 红旗再选择了退炮 还是准备要往内上来 那黑旗退炮 再拦住 红旗退炮 黑旗继续拦住 红旗呢 出帅 捉他一下 黑旗把炮走开 红旗呢 进马 黑旗回马 准备防守 红旗来一将 黑旗你要是上来 这个进炮一将 以后把势再给你吃掉 那这个旗他就非常危险了 就让他选择老将进中 那红旗继续高炮 下一招还是准备这样来 那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瓶炮 红旗呢 就送兵 那你是不敢打呀 你打一瓶炮 又打马 又叫杀 那可受不了 以后这个跳一将 你瓶炮一将 要命 所以他不敢打兵 不敢打兵 那黑旗呢 就选择了进马 红旗呢 就瓶中一将 黑旗很无奈 不敢落势 老将也出不来 只能来一手飞龙在天 气个空头 红旗一退炮 下一招啊 准备啊 平兵一将 对其无奈 选择来一手对炮 那红旗这个炮啊 也不再闪了 接受你的交换 对其吃掉 红旗上刷一捉马 对其把马逃开 红旗呢 来一将 对其出老将 红旗呢 并没有选择吃相 他感觉啊 吃你的相 速度太慢 回马 准备踩你的柿 把你的柿一吃 然后呢 兵战化尽 定入老将 那你就离死不远了 黑旗赶快回马 黑旗呢 赶快选择来一手 进马将军 红旗 定帅 那这个柿呢 他也保不住 他选择来一手落相 那红旗呢 叫兵 就往下出 就要长驱直入了 黑旗呢 回马又一将 把帅出来 黑旗呢 下足 那红旗把十一踩 下一招 这个兵战化 其实或者说 兵死禁一 那这个黑旗呢 只能是坐以待毙了 他呀 临死前又将了两下 然后啊 选择进老将 那红旗进兵 给其再将一下 红旗下率 那面对着人家这招 兵死禁一的绝杀 他也无计可施 只好啊 不责任负 不责任负